2001年,比利品所带领的奥克兰运动家队 在季后美国联盟分区赛中被纽约扬机打败 输了球之后,奥克兰运动家队的三名看板球员 纷纷被其他球队高薪挖角 为了球队的竞争力,比利雇用了分析员Paul 找出哪些球员具有潜力,值得投资 于是Paul以安打数加四坏球数加畜生球数 除以打数加四坏宝送加畜生球加高飞牺牲打 这样的计算公式,算出上累率高的球员 因此,比利在有限的经费下 聘用了数位被其他球队低估的球员来组成他的球队 于是在2002年,原本不被看好的奥克兰运动家队 就在数字的协助下,成为了大联盟史上第一支连续20胜的球队 哇,科学家,数字这东西真是太神奇了 不仅能把球场上的讯息全部变成数字 还能透过解读这些数字来发现球员的价值 没错,因为数字不像人一样有主观偏好 而是事件发生时所产生的客观资料 所以不仅方便比较,还可以让想要呈现的东西更具体哦 那我也可以像Bili改变球队命运一样 透过数字来改变未来吗 你想要改变什么样的未来呢 我想要透过数字来分析病人的健康 让医生能更快知道病人的状况 我想要透过数字看看PM2.5的分布与严重情形 了解怎样能防范跟保护大家 我也想要用数字帮台湾的新科技 找到一条跟国际病假齐驱的路 咦?这是哪里啊? 永不妥协 永不妥协